你還要用2003的話 它必須是一個爭議級 而且是分析工具 你要把它打勾才會有E day 否則的話你可能用 用舊方法 那所謂舊方法是怎麼樣 比如說奧運當天 假設把它改成2020好了 OK 奧運當天當然我用連結的等於 這一天 把這一天的日期帶過來 然後呢如果奧運的後三個月 那比較標準的就是如果你不用E day函數 不用這個爭議級的話 那你可能用date函數 可是date函數呢 它比較麻煩為什麼因為 你要做那個日期的計算 你要分成三個部分年月是要分開去做計算 比如三個月的話 第一個當然你要他會年哪一年 這個年你不能說直接放過來他會錯 所以你必須這個日期裡面的year 你必須怎麼樣先用year函數先把它包起來 然後呢再來曼時哪個曼時 還是再加一個曼時 再把這個 從 上面奧運當天的那個月 然後日的話呢就是奧運當天的日 你必須要先把他年月日的格式先抓出來之後 在月份後面加 3 這樣子按確定之後呢 才會是 奧運的後三個月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date函數來做月份 其實一樣 年月日 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計算 那只是你會覺得很麻煩嗎 沒辦法如果沒有更好的方法的話 只能用這個方法因為 基本上他 就是把它要區分三個東西再來做 所以如果說你要簡化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第一個先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格式先改成那個日期好了 第二個如果說你用e-day函數 那e-day函數呢 這邊特別說e-day函數呢 在2003裡面預設是沒有 一定要分析工具箱裡面才有 所以這邊按 就像那個 前面的邏輯函數有一個 if air if air 在2003裡面呢 也沒有 要2007 以後才有 所以如果你用 我後來發現 好像還有蠻多公司 還是 還在用2003 所以如果你用2003的 以前的版本 或以前的版本的話 那像if air 你就要用 if is air 去 做 做改 就是你要改成用 比較麻煩的方法 那像 e-day也是 所以按確定 那start day是這一天 幾個月 三個月 按確定 這樣就出來了 OK 基本上用e-day會比較簡單 那 前三個 後三個月的話 -3 OK 好畫面先 往你歸一下 這個結果一樣 插入函數可以用那個 week day函數 這個 week day 特別注意 week day 他回來一定是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 特別我是建議那個return type 這個 盡量不要去修改 因為他預設的話 一個禮拜的 第一天 特別就是因為這個是 美國那邊設計 所以他們 對於一個禮拜的 第一天認知 可能跟我們 還是有點落差 那盡量還是用他們的觀念 那一個禮拜的第一天 在 這個week day裡面 指的是禮拜天 最後一天是禮拜六 那你也可以改了 不過我不建議你改 改完之後你可能格式化 會錯誤 因為如果你 你這邊 他說如果使用 預設的 使用二的話 你可以把禮拜一當第一天 但你改了一個訊息之後 你將來格式化 他出來的結果 會是錯誤的 所以盡量還是不要改這個return type 按確定 那我向下填滿 如果不對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除了格式 要不就在日期裡面找這個 要不自訂 你直接找 AA 按確定 也是一樣可以的 這個 剛剛講過 OK YMD的話 YMD的話 其實就是 Year Month Day 這三個都非常重要 後面會用到Month 這個Month 什麼地方 像中和練習題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向下填滿的時候 如果產生不同月份 比如這個應該 這一欄應該是二月 可是它卻產生三月 那我應該用Month 去判斷 如果它不同個月的話 就把它刪掉 OK 那這個就是綜合練習題裡面 第一個綜合練習它希望我們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那你可以當然 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插完數 利用E對函數 這個 相差幾個月呢 一個月 按確定 那二月一號就出來 那因為你向右填滿的時候呢 它這個 向右 那個欄數會增加 所以你向右的話呢 它又指向它旁邊 它旁邊 它旁邊 相差一個月 所以你會發現 就是 後面的月份呢 也會自動出現 那我們可以利用那個 因為它這個欄寬不準 你可以什麼 格式裡面有個自動調整欄寬 這樣的話呢 就是三月 一直到十二月 就通通出現 第一個當然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產生好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當然等於在什麼 下面的每個月 之後的第二天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呢 也就是 這個儲存格怎麼樣 把它加一天就好 所以等於 上面這個儲存格 加一 有沒有 加了一天之後按打勾 它會順便把格式幫你複製下來 那我前面講過 因為它裡面就是一個數字 數字加一天 剛剛好 OK 上下填滿 那31天的話呢 1月沒有問題 可是你上月填滿的話呢 它一樣會去抓2月 1號 有沒有 可是這邊會出問題 3月份 出現了 所以你需要做什麼 比對一下 產生的 如果你即將產生那個儲存格裡面 它的月份不相同的話 那你就要怎麼樣 試著把它刪掉 那刪掉你不是用手動刪除 而是要用公式刪除 那這個地方當然你可能會需要什麼 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就是什麼 判斷這個儲存格裡面如果 這個儲存格 產生的結果 跟上面的儲存格 的月份不相同的話 不相同喔 那就 幫我把資料刪除 反之 就輸入一樣 A2加1 這公式怎麼下 應該OK吧 反正試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你把這個 這個刪掉之後的話 會造成底下的資料錯誤 為什麼因為你刪掉它嗎 後面因為它是跟著它 加1加1嘛 所以會錯誤 錯誤什麼 可能要刪掉 如果有錯誤的話 也要把它刪除 最後 這樣子如果這兩個問題解決的話 那你向右 向下 就可以一次完成 綿力的做法 OK 這個地方我想 等一下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再來 最後還有 Time Time的話是時間 可是時間我剛剛講過 其實時間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一天 除以24個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是 1 那一定是小數點 那所以呢 你可以這樣把 0 我習慣是用那個0.125來區分 0跟 0.125最後其實可以整除 剛好1嘛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 每0.125 其實就是幾個小時呢 如果把這邊 這個是裡面的 資料 然後如果你用那個日期 時間 來做 10分秒 的換算的話 基本上你會發現 0喔 他就是12點 0.125啦 因為 你 1 2 4 不能整 剛好 會有很多很多小數點 那我剛好 每3個小時 剛好就0.125 有沒有 剛好這3點 6點 所以每0.125 就是剛好3個小時 那最後又是隔天的 12點整 所以基本上 那個 時間的概念 跟日期還蠻接近的 那當然你要計算的話 在那個日期有一個date函數 然後有year month date 有沒有 所以你為了要計算的話 時間也差不多 他會有個 泰函數 然後會有10分秒 hour minisecond 所以如果你要做計算的話 概念差不多 所以這邊我有一個範例 因為這個時間的部分跟 那個日期相似 所以 請各位 自己在利用什麼 泰函數 先把它怎麼樣 先把這個 泰函數部分 就是第一個先把 時間 把它串在一起 如果你要加52秒的話 很麻煩 很麻煩 hour 哪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mini second 有沒有 在second加52 就會是52秒 之後了 OK 那分的話呢 就是在mini的地方 10個小時之後的話呢 那就是hour hour的地方 那如果是兩個時間相加的話 就是time 第一個時間加第 第一個時間的10 加第二個時間的10 然後 逗點 然後反正兩個相加 類似這樣的 所以給我參考 應該 如果你理解的話 反正就是大概知道一下 時間的 計算方式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要了解那個 有關剛剛講的 就是 綜合練習 如果刪掉剛剛的東西 那有 就是有兩個邏輯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怎麼判斷這個產生的時間跟上一個月份不同 如果不同把它刪掉 那當然刪掉之後後面會產生錯誤 怎麼解決 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特別是第一個先產生e day 來畫面先畫給各位 好